原标题 意外 他们派来打 先下手为强 居然令日军师团长一命呜呼1942年5月 在这干战役中 日军第十五师团长九景执次中将临阵 兼代日军战场军司令馆 指挥几万日军大举进攻浙江金华 可是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抵抗 几天还攻不下兰西 九景十分恼火 亲自来到兰西前线都战 5月28日日积比过去增多一倍 拼命向中国军队第六十三师防守的兰西前沿阵地 进行狂轰滥炸 国军官兵死守阵地不退 九景之次于是带着五个幕僚 来到了在石阔山下一个石柱旁边指挥作战 他的五个幕僚分别是参谋长川九宝少将 参谋阶岚 谷谷次郎 吉村和一个副官 这个地方为当地正性的目的 旁边的日军正在向兰西城急速迈进 恰好中国六十三师一百八十八团二零营长韩正理 昨夜派的一个班潜伏在附近 他们发现了九景一行日军江左 却误以为是前来搜索他们的日军 前哨先锋 班长说 与其被鬼子发现后被动挨打 不如先下手为强 于是他们立即用轻机枪和步枪 向九景等人进行猛烈扫射 当场有日军中谈身亡 其余的日军仓皇四散掩蔽 结果他们又入境了这个班埋下的地雷区 轰轰一时爆炸声四起 血肉横飞 204年流连长率部又赶过来 集中机枪向中的埋伏的日军猛打 奇怪的是 这一次日军没有进行猛烈的还击 很快就悄悄的撤走 流连长觉得日军有些异常 可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只好作罢 事后 第188团才知道 这次被这部班伏击和踏地没避命的 是日军第十五时团长九景 十次中将及其幕僚观作四人 只有参谋长川九宝少将死里逃生 据川九宝参谋长的回忆和日军战士资料 既代九景之次是在28日上午10时45分 遭到国军射击后起码逃命时踏响了地围 身负重伤 左腿被炸掉 脚心炸的 粉碎 经抢救无效 于当日下午死去的 日军哀叹 现任师团长阵亡 自陆军创建以来还算首次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日军决定暂时不向外宣布 敌九景师团长毕命了 日军在杭州西湖一山庄 举行南西战役阵亡将士追悼会 追悼会被军统刑报工作人员混进去 偷拍不少照片 其中 计台下挂着五张相片 中间一张便是师团长九景之次中将 由此中国军队断定炸死的是九景之次 随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将相片和第188团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文件 印成一本专辑上报重庆 这一次二营的这个班怕被动挨打 先下手为强 竟然打死了南西作战中的日军最高指挥 完全是一个意外 九景之次却成为了国军在战场上直接击毙的师团长 对于九景毕命经过 日军一直保密 直到1984年 日本防卫清防卫研究所战事室才与己披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词�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